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做数据分析的 其实往往不掌握数据 掌握数据的人呢 他往往又不做分析 我看到我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调研 说世界上大概只有百分之二点几的数据 是真正被分析了 绝大多数数据都是被素质高格 就是放在那里 而且特别是到了大数据时代 我们描述一个客户 我们需要将他的教育医疗 或者他一些交通等等很多方面的信息 那么这些信息 他本身就是在不同的政府部门里面 那这些政府部门 他可能信息平台都不一样 可能用的操作系统啊 用的数据库啊什么都不一样 从技术层面可能就很难把它打通 当然还有是从这种政策管理层面 他愿不愿意去拿出这些数据 反正从我个人的这种经历来讲 很多人都是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对吧 觉得把数据给你了 你可能到时候我影响到我的工作 对吧 可能会带来麻烦 所以大家宁愿就不公开 这是现实生活当中特别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听说 在欧美有些国家 现在已经逐步有一些法案 好像是叫信息自由啊 或者信息公开法案 就是从法律上规定 说你们这些部门必须去公开这些数据 如果我想知道 某一个领域的一些数据 比如一些交通信息啊 或者气象信息 我填张申请表 你就应该把数据给我 你不能去故意去为难我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程度上的一个进步 从法律角度来讲 确保了数据 就我可以获得 对 我想起了香港有一个政府运营的网站 叫做资料一线通 那它是联合了香港的各个政府部门 还有一些公营和私营的单位 总共是有51家机构 它就是免费向公众开放各种信息数据 可以提供给你查询和下载 这个网站呢 是在2011年的时候就上线了 它的宗旨呢 就是要开放和大众息息相关的各种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信息 然后呢 让公众可以去免费的查询 下载和利用这些数据 比如说我要是对香港的教育感兴趣 那我可以到这个网站上面去 然后呢 就可以了解到各种教育类的信息 香港有多少家幼儿园 小学中学和大学 那在校的学生分别有多少 受教育程度的各种学生的比例是多少 然后包括 比如说这些学校的地理位置都分别在哪 他们都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课程 我都可以知道 并且以比如说各种格式 Excel啦或者是PDF等等形式来下载 再比如说如果我想要去香港的海滩游泳 那我也可以到这个网站上面去 就可以看到香港最近每一个沙滩 它的水质评估报告 而且它这个评估报告呢 是及时更新的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最近哪些沙滩的水质好 我可以去游泳 而哪些沙滩的水质很糟糕 我就不要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站就像是一个数据大集合 然后它可以给那些想要了解情况 或者是做研究的人都能够提供便利 其实呢今年在五月份 国务院呢有一个电视电话会议 李克强总理在上面也提到了 我们关于刚才说的这个数据信息公开的问题 那他就说现在中国 有80%的这种数据信息资源都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手里 但是是没有公开的 而且他还做了一个比喻说 这个就像是数据被深藏在规中 其实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所以现在呢中央政府是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就是说要把这些政府的数据信息都要公开 而这种对于我们身处一个大数据时代来说 其实应该是会带来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 它一方面呢应该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和这个产业创新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要顺应时代的要求 和我们公众的需求 所以我想这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好 我们现在发现呢 有很多时候数据是非常难以获取的 这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呢就是很多数据 那是被政府政府各种不同的部门所控制的 那政府之间呢 它这个权责还不是特别明晰的情况下 很多数据想公开又不敢公开 因为谁都不敢违规 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 现在这些关于数据公开的立法还不完善 那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呢 就是在立法上规定这些数据的所有权 以及数据哪些数据是可以公开的 哪些数据又是不可以公开的 另外就是对于个人信息和商业信息 哪些数据应该严格的保密 也就是说在立法上需要做的这些 否则我们就会面临很多出现了 这种大量的数据素质高格 而且我们在生活中间也会发现 有这种叫做信息孤岛 数据壁垒 使很多有价值的数据 没有办法进行利用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 如果在法律上进行界定的话 要做哪些 首先第一条就是 要在法律上明确数据的法律性质 那我们非常高兴的就是看到 就在上个月 也就是说2016年的6月份 最新公布的民法通责的草案上面 第108条的第8项 也就是规定公民可以享有的 知识产权的课题中间 第8项新增了数据信息 也就意味着未来 那作为个体来说 我想有的知识产权 可以是专利 商标 作品 包括周星品种 集成电路 那这些都可以 还有增加了一个数据信息 有了数据信息这样的一个规定 我们就在法律上给了它一个明确的界定 第二条呢就是从制度的完善上 首先呢我们要对政府信息公开进行立法 那很多同学都会说 那我们现在其实是有一步法的 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法规 叫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从法律层级上来说 它并不是全国人大 或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它是国务院的条例 法律层级上是比较低的 而且在制度设计上 这个条例还有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 比如说它没有规定 政府之间信息的一个共享 也没有规定这个信息 如何来进行开发和利用 而这些呢恰好是大数据时代 我们最需要进行制度规范的 这是从政府的层面 那从个人和商业的层面上呢 现在我们有非常完善的 对于国家秘密的保护的制度 我们有一部叫做保守国家秘密法 这是一部立法 但是我们却没有对于个人隐私 个人信息商业秘密 作为保护的一个单独的立法 而大家都了解 那要对于这种信息进行开发利用 最重要的其实不是那些国家秘密 而是个人信息 商业信息 所以如果没有对个人信息 和商业信息完善的立法 那么数据的采集 使用 包括挖掘 进一步的使用 都会有很多的障碍 那就更不用谈 我们说对于这种数据挖掘之后的结果 做一些商业交易了 不可能做到非常的规范 所以呢 我们也就看到了 如何对于数据进行一个完善的规范的利用 主要就要从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数据的法律上的界定 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 第二呢 就是对于数据所有权 从政府 个人 商业 有一个明确的划分 哪些信息是可以利用的 哪些信息又是必须进行保密的 当数据真正打通了以后 其实会对社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我们现在光说大数据大数据 其实大数据能做的事情 远远超过我们现在 一般人能够想象的这样一个层面 我读书的时候 我导师就跟我推荐过一个电影 叫Minority Report 后来我回国才叫这个 翻译成少数派报告 是这个大帅哥Tom Cruise主演的 他里面的一个主线 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 像Oracle啊 一个先知一样的 他可以预测 说谁谁谁 什么时候会去杀人 那他就会去派人 提前把这个终止掉 也就是说 在犯罪发生之前就终止了 这样这个社会就 完全就没有犯罪了 因为我可以用大数据 去预测所有的事情 当时还是觉得 这是一个可幻片 因为是十来年前的事情了 但现在有了大数据 还真的是在一定程度上 我觉得是有可能去预测 这些犯罪的模式啊 或者犯罪发生的规律 这现在已经逐渐 变成了一种可能 对我也看过这部电影 然后但是当时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实际上是男主角 他在逃亡的过程当中 路过了一个大商场 那那个商场的 每一个柜台里边 都有一个电子广告屏 而这些电子广告屏呢 在男主角就是一面走过来的 一瞬间就通过视网模 识别了他的身份 然后就开始很有针对性的 呼唤他的名字 向他推销各种商品 甚至呢有一个柜台 比如说他在那里 曾经买过东西 然后那个电子广告屏呢 就会去询问他 你还要不要再一次购买 相同的或者类似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 数据的一种应用 但是呢我对于 刚才袁老师提到的说 能不能够通过 数据来分析或者是预测 某个人会不会犯罪 甚至犯多么严重的罪行 其实我是持这种怀疑 或者是保留的态度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犯罪 本身还涉及到一个 人心的问题 但是你的人心是难测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电影在很多关键的时刻 它都反复出现一句台词 就是说 You have a choice 你可以去选择 在美国啊 其实利用这种数据分析啊 数据挖掘 然后在司法当中 有一些这样的实践 这样的其实在很多方面 都已经有了 反正我看到过有些报道啊 比如说在美国 一个人比如嫌犯被抓进来 那他可能会有一个保释的申请 那法官就要去判断 要我给不给你保释 这个事情很多时候 是凭法官自己的主管去判断 其实他就要看这个人 危险不危险 但是在实际当中 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一些人 其实他就是小偷小摸 但是呢 他交不起这些保释金 哪怕5000美元 他都交不起 所以他就会关在这个拘留所里 而且大家知道 美国是监狱人满为患 他可能要等几个月 才能轮到他去出庭 但是这几个月时间内 其实他浪费了 大量的纳税人的钱 去把这个人 关在那几个月 但是反过来 有的人其实挺危险的 但是他交不起 几十万美元的保释金 他可能就被保释了 但是呢 他可能又去犯罪了 他可能就跑了 就溜之大吉了 所以说 能不能用数据分析的方法 建立一个客观的 一个模型 来帮助法官 来去做这个决定 其实我看到 有这样的例子 他就是用几百万以前的 这种保释申请 就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犯了什么样的 这种嫌疑 把这些全部作为输入 放进去 然后看看一个输出 输出呢 就是评估一下 他的这个风险 高还是低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是可以帮助法官 去做一个决策 法官呢 他是靠个人的经验 我在这个地方 当了二十年法官 但是我的模型呢 可能是基于全美 几百万过去的 这样的一个保释申请 最后的结果 哪些人真正回来了 哪些人跑掉 六十大吉了 所以这是我觉得 现在一个比较切实的 这样的一个大数据 在司法领域的 这样的一个应用 这种利用大数据 进行司法实践的 这样的一个实践的过程中间 实际上呢 充满了伦理的矛盾 我们会发现非常多的问题 第一条就是 这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 对于犯罪的预防预测 是不是对于个人的自由意志 的一种亵渎 另外我们说 这种基于统计规律的 一个预判 这种预判就符合 公平公正的原则吗 这种预判会不会 非常轻易的就忽视了 个体在做决定时的 深思熟虑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比如说这个 My Lottery Report 小数派报告这样一个电影 它其实就在挑战一个问题 就是基于大数据的 这种司法的预防预测 和预警的系统 它是不是对于 个人意志的一个挑战 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 那实际上呢 我在自己的课程中间 数据伦理的课程中间 也用这个小数派报告 做个例子 而且我让同学 做过一次表决 也就是说 同学是不是赞同 使用这种基于大数据预测的 犯罪预测和预防系统 当时呢 我给同学两个选项 赞同或者是反对 不允许有弃权票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最终的结果 势均力敌 37人的课堂 最后反对票 仅仅多出一票 也就18对19 非常势均力敌的一个投票的结果 那我总结了一下 我们会发现赞同的同学 赞同的理由哪些呢 赞同的理由说 第一条 它是有效的 在没有其他有效措施的情况下 有这样一个有效的措施 为什么不用呢 第二条 那这种方式 会给大家增加安全感 它会带来有利的结果 这是选择赞同最多的理由 我们看到这两种理由 实际上是从一种 所谓功利主义 公用主义的角度来出发的 那反对的理由有哪些呢 反对的理由 第一条就是 损害并没有发生 你是基于一个预测的结果 去终止的 但是我们并不能惩罚 这种思想犯 我只是动了一个念头 对 还没有真的实现 可能我中间就终止了 也就是说 第一条反对的理由就是 不能惩罚思想犯 第二条 同样非常类似 也就是说 它要重视个人的自由意志 非常可能在进行的过程中间 也许我都已经预谋好了 甚至我预谋了十几年 但是在最后的关头 我决定放下了 个人的自由意志 这是第二条理由 第三条理由呢 就是任何系统 我们知道 它都是有缺陷的 有bug 而且这种系统 你能保证它 百分之百的安全吗 有可能被黑客攻破 还可能被不当的利用 那么我们能基于这种系统 就完全信赖它吗 不可以 所以也去反对 我们说最终就发现 真的是势均力敌的一个结果 好 我们看到 刚才看到的是 绝对的反对 绝对的赞同 但是还有一些呢 是非常理性的一种态度 它是采取的是一种 有条件赞同 有保留赞同的 这样的一种态度 那有条件赞同 什么样的条件呢 就是当我拿到 这个预测结果的时候 我不是针对个体 采取行动 而是我针对这个区域 比方说呢 我们发现 这个区域内 可能要发生 某个暴力事件 而且预测中间 可能针对了某个个体 但是我们采取的措施 不是针对那个个体 而是在这个区域内 增加警力 对 这样不是针对个体 采取行动 那如果没有发生 这样的暴力事件 也没有问题啊 这是第一种 有条件的赞同 第二种 有条件的赞同就是 我有一个缓冲 当发现这种预警的时候 我采取第一次警告 第二次才采取措施 但是这种措施 通常是一种 不是那种 极端暴力型的事件 才可以采取 因为极端暴力 那一下子如果是杀人 预谋的杀人 所以这种 有条件的赞同 我们也发现 它还是有缺陷的 不能适用所有的情况 再回到这个话题 我们就发现 这样一种 基于大数据的 司法预防预测 或预警的系统 确实是一个 非常有争议的话题 在实践中间 也会遇到越来越多的 这样的伦理的问题 如果说人生如戏 那么数据就是人生 这场大戏 最真实客观的描述 其实不管你愿不愿意 喜不喜欢 知不知道 我们每个人 都在扮演着数据的 生产者和消费者 数据已经和我们的生活 是密不可分了 我们非常希望 能够有越来越先进的 数据分析技术 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 提供更加高档次的一种服务 我们同样期盼 有更加完备的法律和法规 对数据的采集 使用和传播进行规范 切实保证我们 每个公民的数据权益 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和支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